迎接即将到来的清明连续假期 栗山村长号召许多位村民清理部落的主要道路 村长说为了给村民一个安全又干净的道路 清明连续假期有很多返乡的人潮车潮 如果不把路清理干净的话 就会有安全上的疑虑 村民带上或却将地上所有的草用机器扫过一遍 另外一遍则是将地上砍下来的杂草堆积起来好清理 这里是卓西乡栗山村 由村长叶光明带队将部落彻底的打扫一遍 让清明节的时候村民有个安全回家的道路 因为就是三大节日 第一个是过年前大的环境 第二个是清明节 还有一个当地人 尤其是放假四天的时候 村长一定会注意这个环境 村民安全回家的路 村长表示这一次因为经费不足 有大范围的清理一起砍草 所以临近的企业合作 也捐赠七万元的金贝协助部落来绿美化 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是叶村长 一直在推展整一次地区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绿美化 那这次活动呢 谢谢他的邀请 我们也很荣幸能参与 即将到来的四月份 清明节连续假期 第三村长号召都为村民清理部落主要道路 村长说为了要给村民一个安全 干净的道路 清明廉价 往往都有很多的返乡人车潮 如果不把道路清理干净 会有安全上的疑虑 谢谢高雄双卓锡箱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